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我们要讲的就是在我国销量已经破百万的一台车款 这台车款应该很多人就算你没有开过 你没有做过你也听过它的大名 它就是 ProDuo Myvi 目前 ProDuo Myvi 已经推出了第三代的车型 前后经历了大约是15年 从一个名不见金钻的车款 变成了马来西亚近10年来销量最高的车款 你就可以看得出 Myvi 在马来西亚人的行目中是多么重要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ProDuo Myvi 的历史 第一代的 Myvi 是在2005年的5月发布的车型 同时它也是 ProDuo 第一次进军 V-Segment 的市场 在这之前 ProDuo 车型像是 Canary 啊 Candio 啊 还有这个 Kelisa 等等 其实都算是 A-Segment 的车款 这个 Myvi 是他们的第一款 V-Segment 车型 在这款车发布的时候刚刚好经历了一些 变动也就是那时候我国的油价大涨 所以当时买车的消费者 都很注重这个油耗的表现 而 Myvi 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个表现 在发布之后受到了市场非常非常大的欢迎 值得一起的是 其实 ProDuo 对这款车的这个销量预期 其实并不会到太高 可是在5月发布之后到了2005年的8月 这辆车的这个订单已经超过了 5万2千张 非常非常的恐怖 加上这个 ProDuo Myvi 在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非常的大 我们要知道在当年的车款 并不像现在的车款那样空间那么大 可是 Myvi 就是这个特别情况 你坐在里面的话 三个大人坐在后座 其实也不会不舒服 这个就让它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新宠儿 第一代的 Myvi 有两种引擎 两种变速箱可以选择 分别是 1.0 的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3 的这个 TVVT 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一代神机 K3 V1 变速箱是五数字牌还有四数字牌 这个 1.0 的自然进气引擎 我们也可以在 Canary 或者可里萨上面看到 它们都是以省油为主 在那个高油价的时代 确实符合当时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空间也大 也足够一般的日常使用 所以它迅速的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 而 ProDuo 也是因为 Myvi 的推出 所以才会成为马来西亚第一的国产汽车制造商 而且 ProDuo 非常了解马来西亚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在 2007 年他们推出了 Myvi SE 这个车型 也就是 Special Edition 换上了不一样的空力套件 让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惊讶 哇 这辆共产车真的很帅 所以我们现在为止我们在马路上还是可以看到 当年的 Myvi SE 在路上行驶 在第一代 Myvi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些比较少见的功能 例如说蓝牙唱机啊 还有 ABS EBD 等等 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个 Myvi 的配备并不差 它成为畅销车款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 ProDuo 也当机立断的 在 2001 年推出了第二代的 Myvi 车型 在 2011 年的 6 月 ProDuo 正式推出了第二代的 Myvi 这一代的 Myvi 同样还是基于这个 Peyasu Serum 所打造 而且他们当时为这辆车设计了一个非常接地气 非常本土化的标语 Luggy Best 这一代的 Myvi 舍弃了 1.0 的自然进气引擎 在推出的初期只有 1.3 自然进气引擎 接下来他们推出了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版本 这个版本的标语是 Luggy Power Luggy Best 而且这款车推出之后 它的这个销售成绩 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还记得当年的这个汽车销售报告有单一车款的销售成绩 PeroDuo Myvi 在当年创下了一个记录 就是单月销售超过 1 万两 这个成绩我相信到现在都没有人可以打破 所以可见在当时PeroDuo的身世确实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1.3 版本的 Myvi 采用了第一代的引擎 至于 1.5 的版本则是和 Elza 共享引擎 这具引擎是从印尼进口 搭配在一台不到1000公斤的车上面 它的这个实力真的是 不能小看 根据当时的官方资料 这个PeroDuo Myvi 1.5 五速手排版本 它的0-100 加速还不到10秒 在当时来说这个性能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 加上它还有独特的颜色 例如说紫色啊还有黄色等等 比较吸引年轻人的颜色 所以它在当时延续了第一代 Myvi 的这个绅士 继续大卖 其实在当年这辆车真的是有颠倒哦 尤其是它的内装 它的仪表非常的炫目 就算是放在2020年的现在 看起来也不会过失 而且之前有一份消息啊 指出这个第二代PeroDuo的仪表 很容易被偷哦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中控台 采用了大量 Carbon Fiber 的贴纸 看起来非常的运动化 在当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是一台国产车的内装设计 在那个年代 ABS 跟 EBD 才刚刚要成为主流 所以我们在 Myvi 上面 并没有办法看到全车系都有 ABS 跟 EBD 可是在比较顶级的版本上面 是还是有这个配备的啦 另外它还有这个双气囊等等 在当年的 ASEAN MCAT 测� 算起来是不过不失啦 另外一点它同样延续了 前一代 Myvi 这个省油的优势 虽然说在2011年之后啊 这个油价其实已经回归了平稳 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它这个省油耐用 然后很省心的这个特性 所以它那时候接近10年都成为了 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型 到后来这个记录是配它自己的兄弟 AZIA 所打破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称赞这个PRODUOR的设计师团队 其实还是非常了解马来西亚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在2015年的小改款车型上面 他们大幅度的改动这个Myvi 的车头设计 看起来更帅气更运动化 而且他们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浅蓝色车色 而这个车色也成为了日后Myvi 大卖的颜色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啦 目前这个颜色我们在ELZA 在新一代的Myvi 上面 同样的也看得到 不过除了这些以外 它只是做了一些外观还有内装细节上面的改动 实际上并没有差别带它 另外他们也加强了这个车身股价的设计 因此小改款后的第二代Myvi 在这个ASEAN NGV 测试中 从三颗星变成了四颗星 有一个重点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 在印尼的这个Diasu 其实是有从马来西亚进口这个Myvi 到印尼市场发售 也就是成为印尼市场的Diasu Serum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辆车 是从马来西亚进口 另外到第三代的车型其实都还是一样 他们有贩售 而且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 算是一个Peloduo出口的典范啦 在2017年的年尾 Peloduo Myvi 第三代车型正式发布 和之前的两代车型不一样的是 这一款车型是Peloduo自家设计的 包括了外观 股价等等 虽然说整体的技术来源还是来自Diasu 可是对于Peloduo这样的公司来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小的进步了 而且它进步的不是在原厂自己设计 自己研究的功力 而且是它的规格都有非常非常大程度的进步 首先第一点就是全车系标配LED头灯组 要知道 Myvi 的起步价只是4万多令吉的车 到现在 10万以内的车款 还有很多并不是全车系都标配LED头灯组 但是 Myvi 做到了 第二点就是 Myvi 最入门的版本 都有四气囊 ABS EBD 都是标准配备 在顶级版 还可以看到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液晶等等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我们称为 ASA 1.0 因为它的运作时速只有在30公里以下 可是对于Peloduo 来说 这样的车款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 除了这些安全配备的进步之外 它的车身股价也进行了大大的加强 因此在 ASEAN NK 的测试 它终于获得了5颗星 是目前市场上V segment 里面 最安全的其中一款 除了车身股价 安全配备 还有安全性的进步之外 它的引擎也有更新 虽然它还是沿用了1.3 还有1.5 的自然进行引擎 但是这两件引擎升级到了Toyota家族的 NR 系列引擎 拥有 Dual VTi 技术 所以理论上它的油耗表现会更为出色 变速箱依旧还是四速自排 保证了这个日后保养的价格会比较清明 另外一个第三代 Myvi 改进的重点就是它的操控表现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 Myvi 都是很典型的城市用小车 它们可以很轻松的开 它们很灵活 它们很省油 但是它们和操控沾不上边 到了第三代车型操控有了飞跃的进步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这个操控进步 所以稍微影响到了 Myvi 的舒适性 虽然如此 但是 Myvi 还是延续了两个前辈的热卖趋势 在2017年年尾发布之后 它在2019年的 2月就已经完成了10万辆的惊人销量 顺道一提 Pro Duo Myvi 目前在全马的总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辆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非常成功的车型 在今年 Pro Duo 也为 Myvi 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 首先就是增加了一个蓝色的新颜色 再来就是把这个 ASA 1.0 升级到了 ASA 2.0 而且从原本的顶级版才有 变成了1.5 版本 就是标准配备 另外1.3 的版本 你也可以选择选配 就是加钱来获得这个配套 它的运作速度从原本的时速30变成了时速80 实用性更好 应用的场景也更多 只是在引擎配置上面 没有进行升级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 Pro Duo 还是会针对这个第三代 Myvi 推出小改款车型 至于小改款车型会改些什么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啦 Pro Duo Myvi 三代车型 在马来西亚的保有量非常高 因此一些网友将它细称为神车 我觉得这个不是贬义 这个是一个称赞 因为它在本地市场确实是一个神话的 不要说本地市场 我们在其他的海外市场 你基本上也很难看到 一款车型 可以热卖10多年 而且它的热度是丝毫不减的那种 在一开始的第1代和第2代 Myvi 它热卖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在目前来说 它的竞争对手非常多 操控表现可能也好于它 但是 Pro Duo Myvi 还是延续了两个前辈的优势 继续在马来西亚上的大卖 它在马来西亚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 一个图腾 在短期内它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Pro Duo可以在这个车款上面 添加更多配备 做出更多改进 让它维持竞争力 毕竟它现在已经是马来西亚国名车的象征了 你是不是Myvi车主又或者是你曾经是Myvi车主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和这个Myvi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你和Myvi应该会有很多故事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